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明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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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在一夜间几岁崩塌 39岁的布隆伯格 拿着1000万美元的遣散费 成立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公司 布隆伯格信息公司 1990年 它又开办了布隆伯格经济新闻社 也就是现在全球最大的财经资讯社 彭博社Bluebank 传媒大佬 变身纽约专题市长 拥有彭博社 美国新闻行业大佬 掌控全球的金融信息和财经资讯 但这些对布隆伯格来说还远远不够 他还有着更大的野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